9.1 Direct Variation 这个中文叫做正变 这一课其实不难的 你见到很多英文字 但其实有几个key words 你记得就可以了 这里它说 if y various directly various即是变 directly是正变的 我们就会有一条式出来 你基本上将这东西联系出来 如果有这东西出现 我们就能够列到这条式 y等于kx various k不灵 k有个名字 various constant 你就认一认名 有时候它会说 要你找various constant 即是找个k 这个符号也要认识 你看到这个符号 其实不会第一次见 你之后会再见 这个符号 基本上就是等于k 这个符号 你看到这个符号 等于k 就不会错 好了 有些字眼是要知道的 因为它有少少变化的 例如 如果它说 y various directly at x 有这个符号出现 其实你会有y等于kx y various directly at x 给文字 即是它也在说y等于kx 如果它给 y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proportional 即是都是 正比例的意思 你也是认识y等于kx 所以整个9.1 你只有一条式 就是y等于kx 你看到它的字眼 要小心一点 当然要再多留意一件事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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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方是y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它可以有些变化 如果这个是x 这个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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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x 所以如果下一次 假设它是这样写 它是 这里 这里已经展示出来 给大家看的了 假设它是 有个例子 告诉你 它说 如果有个v 对 r三次 y等于4 over 3π r三次 我们可以这样写 y various directly at x r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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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三个英文字 就是various directly 符号 和directly proportional 这三个 三个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 y v等于 k r三次 r三次 留意 那么 variation constant 在这里 就叫做4 over 3π 我想你都明白 为什么是4 over 3π 你看回这里 都知道 这个是4 over 3π 那么 variation constant 就是4 over 3π 那么 不是常常问的 但是你要知道 variation constant 是什么 主要 大家都是 设定一条 就是wilder kx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下一个 session 会有少少变化的 但是在这个session 大家都是容易处理的